哈喽同学欢迎收看TBC凯爷数学 我们来进入第三十题 公备数很常见的一种提醒 某校一年级的学生约有一千多人 那两二十个人一属则剩一个人 三十个人一属也剩一个人 四十五个人一属还是剩一个人 那这个学校一年级学生至少有多少人 二十三十四十五全部这样子数都是剩一个人 那至少有多少人 简单吧 这个人数先找刚刚好的数 老师再讲一遍 我会有一个讲法叫做刚刚好的数 什么叫刚刚好的数 除以二十整除 除以三十整除 除以四十五也会整除 所以我们先去找刚刚好整除的数 也就是二十过来 三十还有四十五的最小公备数 好啊这个公备数你自己去算 算出来会得到一百八十个人 好这边老师就不帮你了 因为只是一个短除法而已 一百八十人我知道全部都剩一人 所以刚刚好的数 再去加上一 结果最少最少一百八十一 你以后回答 然后你就回答一百八十一 然后就爆了 记得这个题目有讲啊 他说学生人数总共有一千多人啊 所以你不可能回答一八一吧 对不对 所以你先放大 你还要再做一个东西 叫做把人数放大 记得 放大的时候是把刚刚好的数放大 你要把刚刚好的那个一百八 放大 放大几倍 你就看大概放大几倍会到一千嘛 OK 所以有些同学说 老师五倍 好五倍就九百 再来勒 六倍 六倍可以了哦 六倍是一千零八十哦 但记得一千零八十一个人是刚刚好的数 我们今天的目的都叫做什么 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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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 你再把那个刚刚好整除的数 加上一 最少 一千零 八十一个人 很简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